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顯示好像有時候會錯誤 會變兩把出來 好吧 那我還是得升級一下材料 所以呢 我還是要先做成這個 然後我要做更多的那個金屬 PSI金屬 好啦 先把另外一把槍丟出去 我們才可以煉金 煉金消耗的搶子量也很多耶 好 我可以來換新槍了 那我先把它拆回去 然後我們的所有零件又要更新一次 好 這邊更好的是需要鑽石啦 我還沒有鑽石 然後最最好的也要螢光石 喔 對 之後 螢光粉 之後還要再去地獄一趟耶 好吧 只能先做這個啦 欸 這個也要螢光粉 等一下喔 有兩種喔 好 紅石的跟螢光粉的 螢光粉的是巨型蛋夾 然後 紅石的是傳導蛋夾 有什麼差別呢 紅石的是頻寬9 蛋夾10 這是頻寬8 蛋夾12 就差在這個數據 紅石的可以放比較寬的那個 呃 那個什麼 工序那些什麼的可以放比較寬吧 好 超頻核心 信號蛋夾 擴展CAD電池 呃 著射器 就用PSI的形式 好看的 欸 這個好像 那按SHIFT呢 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屬性 所以我這些 是不是可以丟出去 來研究一下 看一下喔 丟出去 欸 可以耶 所以這裡有的 可以研究 好 我的法杖也可以研究 喔 好 這樣就得到好多知識了 OK 所以我這些東西呢 我的每一種東西是不是都丟出來研究一下 研究研究 好 小雞有嗎 欸 小雞有 小雞的元素好多種喔 好 欸 所以我這邊 可以研究的東西很多欸 因為模組那麼多 所以我這邊能研究的知識也越來越多 金屬錠倒是沒有 好 苦力怕 苦力怕跟小雞的 不一樣 好 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也可以再研究一次 好 有 欸 欸 一無所獲 都研究過了 好像就 就沒了 好 各種零件 通通拿來研究一下 都研究過了 都有了 好 好吧 都有了 一無所獲 OK啦 那 唉唷 這個叫好了 好啦 我們東西好像真的太多了 我好像需要開始做個背包了 將 要研究之餘呢 還是要準備背包 好 那我苦力怕先丟 還是帶著好了 因為苦力怕可以防止爆炸欸 它可以免疫爆炸 所以 蠻強力的 然後那小雞一直塞雞蛋給我 雞蛋一大堆 雞蛋越來越多了 好 植物魔法我還沒開始做 沒關係啦 我慢慢來 那我這邊會照我的進度慢慢來 然後 我不太習慣就是 先把這個模組的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玩法 全部看過一遍 就是先看別人玩一遍 然後自己再來玩 這樣你會覺得少了很多樂趣 因為它的提示其實很明顯啦 那我覺得可以靠著自己來研究 我覺得自己研究會比較有趣啦 如果看過別人玩 然後再照著它步驟 自己來玩一遍 你就會覺得少了很多樂趣 所以我還是喜歡照自己的腳步慢慢玩 那當然是自己研究比較有趣啦 OK啦 那我這邊來繼續 開始 PSI的金屬槍 好 那這個威力效率什麼的就高很多啦 OK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研究了 好的 那在繼續研究之前呢 我想先來做點背包 我們這邊有背包的模組 那需要點羊毛 羊毛跟線吧 我好像沒有什麼線欸 可能要把蜘蛛絲剪掉 我之前有剪到 地牢中有剪到蜘蛛絲 那我乾脆把它剪掉好了 把它打掉就變成線了 喔 太陽花 我看到蘑菇 蘑菇森林的樣子喔 在那邊 然後這邊是太陽花平原喔 好多太陽花喔 那太陽花 有用嗎 太陽花有什麼特別的用途嗎 像日葵旺 有欸 金黃石英 然後晴天娃娃 欸好可愛喔 這什麼 好 Botania的東東欸 OK 然後 灌注變成馬丁小 紫丁香 變成不同的花 那路上的神秘花 稍微剪一下 各種顏色都要對不對 那這個神秘花 開始的話好像要白色的吧 是不是要用白色的 除草好像不是欸 白色神秘花 就要白色花瓣 有看到就收集起來好了 好 先收集一下材料 好啦 然後我這邊發現呢 我們上次 我們的大量挖礦呢 是因為有一個模組叫做 NC駐守 對 那駐守呢 會有大量挖礦 然後還有 快速砍樹 它的快速砍樹 不太一樣 它的效果呢 是讓樹 木頭會往下移到最下一格 有沒有 我們砍最下面 但是上面的會掉下來 那我們就是只要砍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這也算一個另類砍樹吧 方便的砍樹 那我們就不用爬到最高點慢慢砍 所以這也是不錯 但是呢我們 會了魔法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整座樹給它拆掉 應該說整座樹給它 炸掉嗎 還是怎樣 好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來學習 那我們有裝葉子快速掉落 所以 那個葉子很快就 通通掉光光 所以很方便 好 那個方便的助手 那是一個日本的模組 還不錯用喔 好啦 那差不多先這樣 那我們繼續 做背包吧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背包模組 這邊的背包模組 用這個 B-A-G-G-I-N-S-E-S 那 這個 背包也很多種 有顏色的 我們直接用簡單白色的 四根線 跟一個儲物箱就可以了 還蠻算親民的材料 好 它這個也有終界背包 虛空背包 好 那這個需要終界箱 好 我們這個我們還做不出來 這個就是有點垃圾桶吧 虛空包包 好 我也可以做欸 我一顆終界包包 欸我一顆那個什麼 終界珍珠 然後 這個可以升級 升級的材料 只要線 鐵錠跟 木頭就可以了 好 沒想到我現在缺的好像是線欸 我現在蜘蛛王把它打掉 我先做個包包啦 四根線 好啦 得到一個白色背包 看一下它的容量 應該不大 我這麼小 15格 現在只有15格 那如果要 增加數量的話 我還需要三根線 好 我現在線好少喔 糟糕 我們需要 之後要去打蜘蛛呢 線太少了 那我們再合成它的升級 欸有了有了 這樣子 upgrade 好啦 那我們就把背包升級一下 原本只有15格喔 接下來等 疾惡的包包 好 有兩倍嗎 來看一下喔 欸有 有兩倍嗎 24 6 8 9 3 27 變27格了 OK 那我現在 還沒用到的東西 可以先放進去 好 這樣應該方便了許多 好的 那我這邊 旁邊放個箱子 專門放那個 PSI的東東好了 好的 馬上來繼續 今天的研究 我們現在 這個已經 完成了吧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招雷吧 PSI包含四大元素的符文 那我們現在 紅色的是招雷符 那 圖中裡面有什麼 隨機 隨機運算喔 好 還有烈火 紅水 好 好多 催生 好 那時候可以用循環型的 或圓陣型的魔法式呢 來讓 大片農田生長 喔 催生欸 好 這可以讓農田的速度 成長速度加快 好 不過我們現在要先來做招雷 才能升級 我們就先來招雷吧 OK 招雷需要 一個位置 我們位置呢 用一個實體位置 然後 我們今天要用 隨機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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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讓 那什麼 最近的 敵人 會 被 雷劈 最近的敵人會被雷劈 那我們再選一個 目標list 好 目標list 就是可以接後面這種 最近的敵人 有 最近的敵人 不過我這邊接好像不要接太長好了 我這邊就繞回來 最近的敵人 然後 接下來要 位置 這邊我們要選擇實體位置 上面的實體位置應該是指 那個 敵人 我這邊選的是最近的敵人的實體位置 那接下來 這個的實體位置呢 是指 施數者 這邊要以我的 半徑做判斷 來決定 最近的敵人是誰 所以要施數者 然後 這邊需要一個半徑 半徑呢 我覺得不要設太長欸 10就好了 OK 半徑 位置在左邊 然後 我的目標在左邊 這個 隨機的 在下面 好 就一個一個把它設定好 OK 那招雷 呃 好像沒有等級 好 7-5有錯誤 欸我什麼錯了 半徑 欸半徑怎麼跑掉了 我點錯了嗎 好 剛剛好像點錯了 OK有了 招雷 說到招雷呢 取的名字當然就是雷蒂招來啊 OK 那我們的威力是100 然後消耗400箱子量欸 蠻多的 好的 我們 我們這邊就用新的子彈 那另外一個子彈就是拿來煉金用的 就 黃金那把槍就專門拿來煉金 可以做出那個 金屬錠 那我們這個就是 攻擊型的 這個目前應該是可以 呃 在原世界可以得到最好的槍 接下來的槍呢 都要到地獄或是中介之後才拿得到 好還有一把烏黑槍跟魯白槍 黑白雙槍 好 黑白雙槍 好煞氣喔 好相似成相似 好啦 那我們來試玩一下雷蒂招來 那這邊是 我指定的是敵人欸 所以 這附近有敵人嗎 嗯 這邊都是羊欸 沒關係 我隨便試試看 好 附近都沒有敵人 我現在電不到人 找一下 好 欸 遠方這裡有一個奇怪黑黑的東西 這是什麼 有黑曜石 黑曜石欸 這裡面是 什麼東東 這是什麼東西 黑曜石 欸 這個 喔 我現在挖不掉 這是什麼 Ender Core 終界核心 這個挖不掉欸 不能收貨 然後是Rindon Thin的東東 這可以幹嘛 沒有什麼反應 啊 還有玻璃擋住欸 這可以幹嘛 還是我之後把黑曜石把它挖掉 算了 我現在沒有用 那 有甘蔗 啊 還有仙人掌 來收一下 然後我要收墨囊 然後 還有泥土欸 好 都拿都拿 結果是來找敵人的 就 跑來收集資源了 我好像聽到 有殭屍的聲音喔 沙岩 裡面會不會有 這裡也有 結晶 DG結晶 挖一點 好 這邊都是沙岩 然後 唉唷 唉唷 有有有有有 這什麼 火焰草 好 打回去 火焰草欸 看一下可以幹嘛 火焰草可以做成烈烈烈粉 哇 不用到地獄就可以拿到烈烈烈粉 太棒了 然後這個是 什麼勒 異象鼎石 異象坊間盃 這也是秘書時代的東東 那 這都是沒辦法拆的 欸 旁邊這倒是可以拆 喔 有人 墊你 OK 升級了 我們是為了來找敵人 來 來 墊的 OK那 這應該跟 要做什麼儀式吧 我們現在應該是還沒發展到 好 那 這一個小洞穴嗎 唉唷 唉唷 沙岩的洞穴 好 哇 這沙岩看起來蠻神秘的 很像一個遺跡 但是似乎還好 沒有什麼東西 好 坊間盃 我這邊紀錄一下 坊間盃 以後應該會有用 OK 那我現在已經來到 上方了 喔 上方的罐怎麼那麼多 這裡是不是有洞穴 好 然後附近也有空島 現在還沒有打算要上去 這裡是不是有洞穴啊 唉唷 好 可是我們的雷蒂招來了 好大喔 好大欸 我雷蒂招來了 就是在洞穴中 就比較沒有用 因為它要從天而降 唉唷 會被建築物擋住 哇 這裡怪也太多了吧 雷蒂招來 欸 還是電的到欸 好強喔 可是苦一怕不能電 苦一怕電了會 變高壓的 好 這裡好大喔 OK 這裡 這裡是一個 洞穴耶 哇 這裡又可以探索一下了 好啦那 嗯 我們現在還要自己採資源嗎 我們現在是應該要利用魔法的力量 魔法力量 要到採資源好像還沒這麼快啊 還有蘑菇 殭屍 好 好 我們這邊缺的是鑽石喔 這邊鐵倒是有一些了 我們比較缺的是鑽石 然後 鎬子爆掉了 好吧 我 我先 我還是先回去 繼續研究好了啦 之後再來探索一下 好我們現在雷蒂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 我們先慢慢一個學好了 方塊移動 好 我們來移動方塊吧 移動方塊能力呢 不見得有破壞 但是放置他們能力 這麼重要 總是有排上用場的時候啦 好 這邊要移動方塊 需要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目標向量 目標向量 目標向量必須是一個軸向的向量 好 還可以方塊崩塌 讓方塊像沙子那邊掉落 喔 好 OK 這兩個服務呢 不能對複雜的方塊 或是無法用 絲綢之處採集的方塊生效 好 看有一些限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 這邊需要的是移動方塊 那需要一個位置 跟目標 好 那時候需要一個向量 好的 這邊我們稍微調整了一下參數 我們這邊的位置呢 是用向量追蹤 然後是用我的視線 那是由施數者看的那個方塊呢 是我們的位置 這個位置指的是方塊的位置 那接下來的目標 是希望它往哪個目標的向量軸移動 我這邊直接用XYZ 直接蓋一個向量 那我的Y座標在下面 Y座標指的是下面 所以呢這個希望是拿 我看的那個方塊呢 往上面移動一格 嗯 試試看 方塊往上移動 欸有 移動一格了 OK 成功 OK 它就會一直移動上去 好 這樣移動方塊有什麼用嗎 有什麼用嗎 好像沒什麼用欸 但是如果我們把移動方塊換成 看一下喔 破壞方塊 前幾課有拿到的破壞方塊 在這裡 破壞方塊序列嗎 用這個序列好了 這是根據向量定義去破壞 試試看 那一樣 呃 位置是我們上面的 我看的那個方塊 目標是 下面 最大直喔 最大直 最大直 來個6 這邊希望能破壞 破壞6格 垂直的 外座標是往上6格的方塊 這樣子試試看 好 我們就把它改一個名字 欸 快速砍速 6格 這樣子試試看 好 那這邊直接改 好 我們這邊試試看能不能 快速的破壞 直的6格方塊 好 我們用速來看看吧 那我就是從最下方 破壞 哇嗚 直排的6格全壞了 這邊 更高的也可以 好 OK 快速砍速 對 什麼叫快速砍速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啦 快速砍速 而且這木頭呢 不會損壞欸 我們只要消耗翔子量 就可以快速砍速 那 似乎也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擴大成3x3呢 應該是有辦法的 但是那個設定好像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如果只要以單一 我看的那個方塊 直接破壞的話 好 好像已經很方便了欸 這樣子好像已經夠方便了欸 如果我要破壞挖礦的話 好像也可以對不對 我們就是 歪坐標可能要設定一下 好 我現在只能往 我自己 看的那個方塊 往上6格 往上6格 破壞 所以我也可以往下破壞 如果要快速挖掘的話 往下破壞6格 那就垂直往下挖6格 好像很危險 OK那 你的快速破壞 這樣子 喔好像還不錯 那看來可以附加更進階一點 好 之後再來繼續研究 那 只要破壞木頭的話 這個倒是很方便 而且它花的響子量根本超少 我們根本 花100多而已吧 好 我一直砍 一直砍都沒有問題 那 不只木頭 它會不會連黑鑰匙也能破壞啊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之前在沙灘看到那個 奇怪的黑鑰匙裝置好了 好 找到了既然在沙灘看過的奇怪黑鑰匙 我也可以直接破壞嗎 超猛的 完全不管它是什麼材質 直接 欸欸欸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怎麼被傳進來了 等一下 我怎麼被傳送了 而且還有蜘蛛 欸喔 欸欸欸欸 欸 欸 我怎麼突然被傳到這裡哪裡 48 我被往下傳欸 而且馬上看到礦坑 怎麼回事 喔 馬上遇到礦坑 好 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我 我離那個裝置 有一段距離 然後被傳了下來 欸 欸 是會隨機傳送的 東東嗎 好 不然這裡有一個礦坑 我紀錄一下好了 OK 沒想到突然遇到一個礦坑 那 唉唷 這邊有些水晶琥珀 好 又突然要變成挖礦之旅了嗎 好 我先往上走好了 好 那這裡要往上走的話 我好像可以直接快速往上挖掘對不對 快速挖掘 會 會 會 好這樣就一直排的方塊 直接挖掉了 但是 如果能斜的挖就好了 好 所以我應該從 這裡 斜著挖 欸 好像可以耶 有沒有 這樣子 呵呵 斜著挖 看到了 好 好 好猛喔 好 我這樣就直接蓋一個階梯就出來了 超方便 根本不用我自己挖 根本不用在那邊挖那麼久 我這邊直接破壞就好了 哇 這個 真是高科技 現代魔法 現代的科技魔法 非常的猛 不管才直接破壞 那它中間有一個核心 那種不能破壞的 我也能破壞嗎 我們來試試看 破壞 欸不行 好 這個奇怪的核心呢 完全沒辦法破壞 不曉得它到底是幹嘛的 Endercoat 剛剛傳送不曉得是它搞的鬼嗎 也許它會隨機傳送位置 但是有時候不會 奇怪喔 還是附近有敵人它才會傳送 也許它有一個範圍 欸唷傳送了 欸 我跟什麼東西傳送了 我跟一隻羊傳送了 它會跟附近的一個實體 做傳送的樣子欸 可是它可能有一個時間吧 幾秒傳送一次之類的 好 OK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的 這個破壞槍真的很好用欸 我們繼續下一階的研究吧 好的 不過在進入下一階段的升級課程之前呢 我對那個什麼 催生有點興趣 在特定點上 催生一個方塊 它就是催生我們的 農作物吧 好 能成長的就是農作物跟樹苗什麼的 能夠成長的東西 那它需要一個位置 好 試試看快速成長 催生需要耗200的降子量 好 我們找農田來試試看 催生 有效嗎 目標 超過32格 喔 所以它目標沒有那麼簡單的設定喔 好 這邊直接改成我實體的坐標 施數者的坐標 好 有效嗎 欸 欸 欸 催生了 欸 有欸 喔 好 所以是我踩的那個地方 會成長 呵呵 好 我踩的這個下面的東西會催生喔 實體坐標 所以有辦法讓它變成一個範圍嗎 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大範圍呢 我們來試試看 這可能要用到向量了 好 對社會主來說向量是什麼鬼啊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嘗試一下 我這邊來試試看 讓它用一個隨機運算符 它就是XYZ隨機6格內 0到6 然後它會隨機 找一個目標來催生 那 我記得它說有提到一個什麼 圓環子彈對不對 循環型子彈 來看一下喔 它有循環演算型跟圓陣型 呃圓陣型是不是比較好用 我們來看看圓陣型好了 史萊姆球 嗯?雪球 好 需要雪球或是史萊姆球 哇好像沒有耶 糟糕 好吧 元素型的我們現在還沒辦法做 我們是看循環型的好了 需要一個線就可以了 循環演算型速式子彈 它是可以一次發動很多次嗎 那只要消耗一個能量嗎 不知道 我們來試試看 循環型 好 一樣是快速成長 那 換一下名字好了 好 快速成長 Ecos 好 那跟我們原本的快速成長 來做一個 比較 看一下有差在哪裡 我現在是裝 普通的快速成長 好 隨機找一個坐標 催生 欸有 有嗎 欸它還是找我 沒有我這個快速成長還沒有更新 好 沒關係我們先用這個 循環型的 喔喔喔喔喔 有耶有耶有耶 喔喔喔 扣血了扣血 要死了 好 它真的是一次用很多 但是 我的響指量也會只消耗 但是 超過32格喔 範圍設定可能有錯誤 好 我們用的範圍調低一點好了 調2 想想看有沒有在 2×2×2的範圍呢 來催生 好 快速成長Ecos 啊我的小雞 沒 沒糧食了 沒有種子了 原來沒有小雞 我的移動速度這麼慢啊 好慢喔 好像緩速喔 OK我們再來試試看 看一下 快速成長Ecos 有嗎 沒有耶 喔喔喔 扣血了扣血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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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它好像只要拿著槍就會 一直發動喔 怎麼那麼可怕 這就是循環 循環演算 好 很危險耶 然後 啊我東西又噴了 我這邊還沒有開防噴 要開嗎 東西好多 好啦那 欸這種座標循環 隨機演算 沒辦法嗎 我可能設定失敗了 之後要來研究一下 那我先來挖點 先準備一下我的食物好了 好啦那我這邊自己先用鋤頭來除一下 除一下 好那 我這邊那個什麼 呃之前說過那個快速砍樹的方便模組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方便模組就是 快速 快速挖掘 快速清除農作物 而且還會自己種上去 有沒有很厲害 而且它會 自己來看有沒有成熟的 有成熟的它才會挖 那挖錯了它還是會把種子補上去 所以這個模組真的是超方便 懶人專用啊 好 它比那種自動化又 差了一點點 但是已經夠方便了 對還不算自動化 自動化就是更高階的東西了 那這個就是 方便鑄熟 可以節省時間 那這邊還是手動 喔 快速耕蒂 好 所以很方便欸 那我這樣種子 不會自己種上去 好 那我們的小雞呢 就是餓太久了 我這邊發呆一陣子 然後小雞就很快就餓了 所以還是要一直為它吃東西 然後胡蘿蔔也可以 胡蘿蔔也可以自己種 馬鈴薯也可以吧 所以很厲害 這模組很厲害 那如果我們之後快速催生的那個效果出來的話 我都可以趕快一直種一直種 一直種田了 好變成高科技的牧場物魚 沒錯我們現在種田也是要用到高科技啊 我們稍微更改一下就是 Y座標就是0 就跟我水平的位置 那看能不能S座標就是 隨機0到3格 隨機一個數字 那感覺就是 3x3平面的範圍 這樣子 那我不要用循環的好了 循環的太可怕了 好 周圍3格 欸唷不行欸 好 欸用那個隨機就不行 好啦我目前的設計的想法是說 要催生然後 要我看的那個物品的位置會催生 那那個位置是 從 我看的那個點 然後 S座標 SY 喔 Y是同個水平 然後X跟Z就是 隨機0到2 隨機0到2的座標 會催生 那 看看是不是可以在那個 好 範圍內 0到3 這樣應該是3x3吧 它從0開始 0到2 總共有3個數字 3x3 那 希望的效果是在 我看的那個 農作物的 3x3呢 隨機找一個目標來催生 有嗎 操縱的項量不存在 好 欸唷有苦力怕欸 操縱的項量不存在 嗯 5之4有錯誤 好 總之我 先來解決它 好 我們現在走很快所以 所以 所以苦力怕根本就不會爆炸嘛 OK 輕鬆解決 那 5之4有錯誤喔 來看一下喔 5之4有錯誤 是這個 向量追蹤有錯誤 喔 好 看來真的是那個隨機有問題喔 現在稍微改一下就是 我看的那個方塊呢 會催生 會快速成長 那 那種範圍性的座標 不曉得要怎麼設置 所以現在是我看的地方 會成長 所以我想要搭配循環型 或是圓陣型的 讓它就是我放下去之後呢 整個範圍的農田都可以 快速成長 嗯 這種設置不知道怎麼設置 不然的話我們試試看循環 我們現在用循環子彈 那它就會 喔喔喔喔喔 喔喔 沒了沒了 喔唷 這個好危險喔 好剛剛循環子彈就是我 就是一直走 然後它就一直 灑骨粉的感覺 但是那個響子量會快速消耗 所以還蠻危險的 要換槍 要換槍 還是再按一次右鍵 欸不行欸 再來一次右鍵也不會 不會取消施法 所以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它就會 一直的生長 走路型骨粉 好好好 我這個響子量耗盡 扣血扣超快 扣三次好像就死掉了 好吧 這種的感覺我目前還是用 不要用循環型的好了 循環子彈 好危險啊 如果沒有設計好的話 很容易就死掉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免費的骨粉嘛 就是免費的骨粉啊 OK那 這種對生物應該是沒有效吧 羊可以快速生長嗎 沒有小羊也不知道 那就是 隨機撒骨粉的感覺 那那種樹苗應該也是可以啦 高科技的種樹方法 欸 長不大長不大 呵呵 好難長喔 撒那麼多次還長不大 是太急了嗎 OK我們的響子量恢復速度其實蠻快的 如果不使用的話 那就會快速恢復 長大長大 欸有長大了 好 就是太急了吧 OK 免費撒骨粉 但是也是要撒蠻多次的 我們現在的響子量太少了啦 所以我們可能要 繼續升級下去 對我們現在 等級子 提升到一半 後面的課程還很多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